新年第31章 第10节 才得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真珠 圣经有很多真理 没错你教入行牧师说 但问题就像这段经文说的 原来是神的辛苦的话 其实最好是你自己做 最好是你自动自觉做 所以做丈夫的 其实最好是让你太太自动自觉做 因为你自己所安排的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或者你监的东西 会监到那个真真正正的启示会就做 有时有个太太 当然她有很多询问你 要怎样啊 你就可以告诉她 但有时她自己心思里所想的事 如果她的世襪程度真的用到尽 她的细心程度 关怀程度 和她的缝尿程度用到尽 是超乎男性想象得到 这么好的婚姻 所以我曾经说过 婚姻真的是地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但同样 婚姻也是地上最接近地狱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婚姻变了主人 你明白吗? 即是等于妹子大过主人婆 那句说话 但可能大家没有想象到 现在全世界的婚姻 99.9的婚姻 都一定是这样的 妹子大过主人婆 本来应该做婚姻的婚姻 在家庭当中 要么做了平辈 要么做了巴渣婆 要么做了主人 丈夫好像赚钱回来养她的机器 每一次起床的时候 就阻止她 吃饭也阻止她 去厕所也阻止她 拆牙也阻止她 洗澡也阻止她 买衣也阻止她 什么都阻止她 总之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 她又不懂得来安慰 现在是这样的 这样才是女性 丈夫要完美 但我想你知道 自古以来 知道世界末日 神不是这样看的 神从来没有容许这些 那么弱弱 那么弱弱的东西 神从来看这件事 她忌邪的性格 是很厌恶这件事 所以女性这样做的话 根本在这一代 如我所说 为什么要吃那么多安妙鲜 睡到假 那么多要吃那么多荷尔蒙 因为我曾经有一篇信息也说 女性 在情绪上 一定要拥有丈夫成为她的头 她的荷尔蒙才平衡 如果没有丈夫成为她的头 她的情绪就会波动到失控 因为女性成为家庭的心 丈夫成为家庭的头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会看到 在现在这个时代 为什么女性会弄成这样 其实是 可以说是整个时代的周座 所以现在我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观点 我相信会帮助你 更加理解严妇篇 应该怎么做 但是问题 这个也不是 我的责任 他逐个逐个家家户户 跟你去辅导 应该怎么执行 应该是你自己 消化 看 如果我现在讲完之后 你多 每日聆收 身为姐妹要看这段经文 帝兄不需要看 帝兄看了之后 知道教会应该怎么做 明白吗 而实际上这个月 就算连我们教会 都要923 信用巅峰 分享出来的原因 是真的有理由的 因为如果以我以前 如果我说是二十几年前 1988年 开始讲家泰书的时候 我理解这些东西 我说给你听 我相信当时 我们教会当中 不知道多少东西要我辅导 你知不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 因为不成熟 个个都会有 自己的看法 总之不合听 就不是 对不对 不是那些更坏 那些跌倒 那些的坏学生 会攻击关教会 死而又死 落地狱都落到最深 这样的 因为这样令他舒服一点 没有多罪购感 对不对 但是问题我相信你知道就是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 在那时 和大家分享 这些那么深的东西 对不对 是好的 那些应该是你自己看的 OK 好了 但现在 没有看到了 历代历世都没有人看到了 因为现在我和大家说的 今天没有书本去写的 实际是没有的 而实际上 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我们教会已经去到923 大家都知道 我们被印证 在这一刻 一刻一日 一个星期都不能再去 减速了 我们一定要专心 在自己做好的事当中 做得更好 在我们自己看到 只是一个死症 那些就要改好 直接要改好 斩钉截铁改好 我们甚至 找个日记写下 然后去一些 亏欠了的人 我们认罪 因为那个是 义务的债 就是为了一个太太 不做自己言辅的身份 其实她在结婚前 已经要学好她 明白吗 所以你知不知道 Olive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 除了解牛之外 就是学习的意思 你知不知道 原来刚刚在那一刻 这个研妇当中 在那一年 他预备 最大的特征就是 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牛 OK 所以有些人结婚 找个老公做实验品 真的很痛苦 对不对 原来又不会掃地 又不会煮东西 又不会这些 又不会那些 因为他没有想到结婚前要学 没错 是他妈妈没有嫁 没错 是这个社会风气 但是问题就是 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自己研究出来 但是未到 当真是已经成为事实了 这个义务 的债是要还的 尽量做好 你就会发现 无论你的身体情况 无论你的情绪状况 每一样东西都会改善 并且 最重要的是 你会赶到最后的 这个永远的列车 如果不是的话 我想让你知道 我没有办法帮你计 指导 但是肯定一样东西 你不预理做好这个义务的债 这个额勒 他 是无理 为什么呢 因为连肉身的严腐都做不好 你哪可能做到属灵的严腐 你说什么 明白吗 你回来 大家下头有笑容 写几个感言 什么真理都不行 那你就已经是确实了 对比那些为主殉道的 所以我想让你知道 原来你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身为一个主婦 其实神已经给了一个位分你去做 其实不是你选择最容易的方式去做 我们身为人 神已经给了很多责任义务 但是可能你在这个社会当中 可以说 宠坏了很多女性 导致她从来没有负过这个义务 甚至是没有学过 怎样做这个义务 现在是时间去学 尤其是有些太太 在家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只是应付家基本的小小事 已经觉得 已经用了她的时间 但其实不是 一个太太其实是 愿意粗劳的话 才会比丈夫更加长命 更加健康 身体不是越养尊处优就越健康 其实不是 是的 就算有些人平时都是坐写字楼 每天都会找段时间去跑步 找半个小时跑步 踩单车 为什么 是因为你不是越不运动就越 养尊处优就越健康 所以身为一个太太的家庭是做家务 这个 除了家务之外 在情绪上要 无微不至的照顾丈夫 要体谅她 真正第31章第10节 才得的妇人谁能得着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